对不起 稍等一下 怎么了 加尔廷要降落了 要降落了 好好好 加尔廷降落了 难怪刚才驱鸟呢 是 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看着还是很好看 你看减速的时候 它把那个压翼张开了 就张开 它这都得靠后面两个伞来减速 对 它刹车也能刹 但是它重 它这个要找一声热量 我们运气太好了 还真是赶上了这个 能看到歼20飞 太有意思了 始终不断地在接受新的信息和学习 来 下一位 社长好 萨老师好 我就是我们空军的一名飞行员 我先问萨老师一个问题吧 从我的飞行服 您猜我是飞的哪一种机型 不要惹任何人提醒我 不要惹任何人提醒我 别拦着我 它应该是飞战斗机 对不对 对 但是是战斗机中的哪一种机型是吧 对 那肯定不是歼20 为什么说它不是歼20呢 歼20的是这个颜色 谢谢您对歼20的赞美 证明我还没有到您心中 歼20飞机飞行员的一种第五 但其实我是 歼20是那个颜色 因为我真不懂 它这个颜色 对 这个飞行服呢是一种本色应该是 是一种本色 其实有的深一点有的浅一点 这才叫一个连体服 我穿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空军下发的 下发的一种春秋和这个叫夏季飞行服 就您这个不是真正您飞行的时候 我飞行也穿那样的 也穿那样的 对 而且这个衣服里面呢 有的还在防电磁辐射的 它有很多金属丝 你把手机往那里放 是没信号的 因为我们很多电子的设备 不是我就摸一下 我就感受一下 哎呀 哎呀 这个就是 歼20的电磁防护服 防电磁辐射 对对对 所以现在年轻人买什么名牌啊 什么锥什么时尚啊 看一看 这才叫时尚 这才叫高大上 这 想穿都没机会 我洗完了拿到您房间 你穿一下 我感觉对于我们 部队间接机飞行员来说 试飞员这个身份 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崇敬的 真的像首长说的 是他们把可靠安全 一个合格的战斗机 交到了我们手里 然后才有我们今天可以驾驶的武器 我觉得我还是要向前辈表示敬意 其实不论是试飞员也好 还是战斗机飞行员都会遇到一些特情 这是难免的 我在刚改装歼20的时候 可还没有几个架次就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吧 当时飞行马上就要着陆了 当时抗核系统故障了 然后突然急剧冲压 就是像无数的针扎到了我的身体上 然后疼痛难以忍受 所以我当时决定是复飞 所以我加满了油门 但是随着发动机和转速的身高 气压是增大的 所以我会更痛苦 所有的毛细血管基本上全爆掉了 浑身都是紫色的 然后指挥员是我们的陈团长 他说你加满油门 保持好状态 我当时能听到他的声音 但是我无法回答 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 最后我把康克福的连接头给拔掉了 才能说出话来 然后我就报告了 我说遇到了一点问题 然后就正常着陆了 通过我自己经过这件事吧 就是在后边的飞行中 也不能说害怕 但是每次到那个高度的时候 我总会觉得那个片段会在我脑海里出现 我就想问您 您的湿飞身价中肯定有类似泰格的场景 可能遇到比我们多了多 您是怎么调节的 2013年4月8号 我的两个战友 驾驶一型新型的战斗机 执行科研示威任务的时候 在高度12500米 速度是1.5倍因素 收油门关断加厉的一瞬间 突然座舱里边听到砰砰 两声巨响 发动机温度急剧升高 潜舱迅速将两台发动机全部关闭 它就两台 打打全关了 后续经过了六次空中开车 在高度7000米 重新把发动机启动成功 安全着 后来 我们分析它整个的处置过程 完美 这才心理素 真的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市飞员对待 对待危险 对待特情这一种心理状态 所有的特殊情况 第一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什么也不做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要往安全地方去走 你低高度你就往上走 高度就往下走 速度大你就往小里走 小了你就往大里走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调整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遗忘 我从来不往后边想 过去的事我永远都不急着 就以前的事基本上不怎么想 就是好的就是遗忘 有些特性呢 是会给人造成影响的 包括一个就是战友牺牲啊 就刚才我说的嘛 说我们去验证 验证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战友啊 驾驶飞机 相同的高度 相同的速度 其实地点都是一样的 回来我们俩 一路一句话都没说 确实很难说 确实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 记住好的 遗忘差的 就要开心 但这种遗忘不是为了回避 这种遗忘是为了更好的 能够把这条路走下去 谢谢 之前就还有一个细节 也是当时让我内心特别震撼 就是您和您的战友 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们要反复地看这个资料 但是反复看资料 他们就要反复地听到 当时战友 牺牲的战友 在机舱里的对话 每次对话到那儿 您就特别想告诉他们 不要再做那个动作 不要去 危险 对 一说起这段话呢 我就很痛 非常痛 所以说我都不愿意说 我不愿意说 一说了以后又流眼泪 因为确实每次到那个时候 一次就碰碰 打 学都往你心脏里边打 就是说 没有那种痛啊 太痛 所以不愿意说 下一位 终于到我了 小萨老师好 黎刚老师好 我叫江天娇 是一名通信兵 对 跟黎刚老师不太一样 黎刚老师主要负责在天上飞 我们主要负责在地面保障 因为我也是一个从小 在部队打员 飞行部队长大的 包括我父亲 他之前也是一名飞行员 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我说这是飞行员的女儿 是吧 没有错吧 是的 江天娇 我说你肯定是飞行员的女儿 飞行员很多就把 自己的姑娘就有天资啊 飞啊 这些字 我父亲他的这个职业 直接影响了我人生的选择 因为他的这个职业 所以我才选择了 报考空军的院校 成为一名空军人 所以我也想问问您 您认为这身军装 带给您的是什么 它对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是飞啊 给了我很多 确实很多 就是我作为一名是飞员 真的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它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 人生价值 这个话可能听上了有点大 好像是 但是确实让我的人生很精彩 每当你完成一项重大的实验任务 当你处置了一个重大险情 当你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时候 你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你想一下啊 就想当年我怎么样 想当年我怎么样 你就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我很长时间都要回想 想当年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 一时半会儿还说不上来 我说一点我的感受 我曾经有一次 在北京的街头开着车的时候 突然西山那边 天上很高的地方 一看就是战斗机 后面拉着长长的那个 它那个喷雾 对 白色 然后很远很高的马在飞 我当时有个特别浪漫的想法 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飞行员的女朋友 此刻正在街道上 那一刻 北京人只要一抬头 就能看见这架战斗机 但是只有一个人 会在心里说 那是我男朋友在开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我在想 就像您说的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就那种感觉就是 哎呦 那种幸福是 您在飞的时候会想到 比如家里人或者什么 从来没有吗 没有 那时候来不及浪漫 很贵 这个飞机很贵 就是说一个好的试飞员呢 就是说他从起飞开始到着陆 他各个阶段都布满了试飞动作 他有取数据 所以说你没有空去想别 谢谢李刚老师 你的父亲对你这个 现在是怎么看 怎么说 我父亲于2005年已经牺牲了 所以他现在也看不到我 现在这样子 他会高兴的 他在天上在看着你 没问题 我父亲是第一批改创速量器的飞行员 我觉得我之所以会选择这身军装 也是因为它的原因 我选择了这身军装 我想 希望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心愿 所以现在我成为一名军人 我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一员 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即使说我现在没有像他一样 能在蓝天上翱翔 但是我能够做好我自己的本质工作 保障我们的飞机飞行 我觉得也是我传承的一种方式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军队或许就是这样 军队就是一代又一代军人 用他们的付出鲜血和牺牲 一代一代传承着军队的精神 尤其是我们中国军人 而所有的这些精神的背后 不仅仅只是为了打造一支军队 打造一支军队的终极目标 是让人民能够享受和平 享受安宁 所以再次向你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面对牺牲 那肯定要承受痛 但是还有很多要想的是什么 为什么牺牲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说 师傅员永远记住三个字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牺牲 是人的原因 还是飞机的原因 还是设计的原因 我们要搞清楚 最后我有一个心愿吧 希望每一架成功起航的战机 都能够开旋归来 谢谢天教 谢谢 在节目最后 我特别想问李光老师 去年您的试飞员的生涯 告一段落 转向了新的领域 但是您当时都没来得及 和您心爱的战机 说声告别 如果今天在这儿 做一个告别仪式的话 您会对这些战机们说什么 虽然再也不能 驾驶他们飞上蓝天 但我确实 要踏入新的政策 我想我这些老伙计们 会遥遥地望着我 会说去吧 我们祝贺你 你一定会干出好成绩 我想他会说这个 就像您刚才说的 也许您没有机会 再驾驶他们飞上蓝天 但是当他们退役的那天 当有更新的战机 替代他们的时候 有机会咱们一块到机场 去迎接他们访 好 再一次掌声感谢 李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开奖 谢谢 下一期开奖 再见 感受非常好 就是时间太短 还没有说过瘾 所以你女儿让你来 您觉得来对了吗 来对了 我觉得很难摆脱了 我们的眼睛都很厉害 你跑到哪儿我都可以看到你 不太好摆脱